你覺得自己都會被人狼狽嗎 我自己覺得在荒謬面前 我們是無謂計算 今時今日政府和我們玩的是什麼呢 是完全打毛球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看宣誓的事件 是已經確定了身份 兩次通過我的宣誓 然後期後才釋法 再去追加追索力 就是事後改了遊戲規則 然後去扣你母子 已經進入一個荒謬狀態 有刺無恐的政府 你怎能夠計算所謂被DQ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們知道有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已經很橫蠻的政權 但是我們不是計算多少成 因為沒有道理好說 只能夠說在不確定性面前 我們用最大的意志去面對 謝謝